大家好,我叫李明,今年25岁,黑龙江人 2010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先就职于一家石油化工企业 先想谋求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虽然我并无类似的工作经验 但我有一颗喜欢销售的心 并且我会尽力把这份工作做好 期待各位老板能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大家 高兴就高兴,你也不用乐出生态嘛 不至于那么高兴,明白不对 李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学的叫做化学工程与工艺 哪年毕业的业 2010年 10年毕业 毕业之后的工作对口不对口 对口的,去一个就是专门的 就是现在说的炼油厂,就化工厂 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大企业 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是吧,干的还舒心吗 还比较舒心的 还比较舒心 为什么就不干了呢 是,因为是我大学刚找工作的时候吧 是有两个意向 一个就是销售类的 还有就是我的所学专业化工类的 我当时选这个专业 就是选择化工类的原因呢 是这家企业有一个比较大的扩建项目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但今年这个项目在经过做环评的时候 就是由于当地市民吧 就是对这个项目中的PX 可能就是有些不理解 然后就终止了 因为我是冲着这个项目去的 所以我就是,我觉得这更要把这看为一次机会吧 让我就是选择一次最喜欢干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来到这个舞台去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销售类的 你有什么样的销售经验 亲爱的李明文学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没有 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做销售呢 我觉得第一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 人对人的这种 可能面对面的这种工作 想要做面对面的销售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做销售的时候 你会面对不同的人 然后有不同的事 这样你过得会很有激情 然后很充实的过了每一天 但我现在这份工作就不是这样的 会比较差的比较多 那你没做过 我又说回来了 是我知道 你别嫌我说车咕噜话 我知道我知道 没做过 一点都没做过 没做过 那你怎么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呢 我觉得因为就是 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还是比较能吃苦的 然后我还我还认为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我觉得我自以为就是 我觉得我能把这份工作做好 李明 你介意我这么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 对不对 差不多 是吧 对 特别老实 对 本分 听老实的话 对 听爸妈的话 因为就特老实的小朋友 挂相 特逃的小朋友也挂相 大家注意看李明 是不是想到了 咱们上小学上中学班里面 最老实的从学 都长这样呢 小明 而且学习特别好 学习特别好 就是我们所有的课文里面说的小明 就是他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选手报名表 如果那个性别没有的话 我估计我能感觉是个女孩 写的非常的娟秀 清秀 来咱们从课堂的状态恢复过来吧 来大家提问 你这个销售有没有这个行业要求 对 一路提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销售有没有行业要求 卖什么 我比较希望上那个互联网或者电商的行业 假设让你去58同城 你觉得你能卖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 就是让其他人到这个58同城来登这些信息 然后让他们就是 更多的人在这样放上信息以后 人们可以去看 所以领导量会更高 然后其他人可以通过这个点距率 还有个广告之类的可以 他说的对吧 基本上是对的 大字描述是对的 大字描述是对的 你想象你干哪个岗位 对 你干哪些活 对 我觉得可能是 我比较想的是一种销售的岗位 可能就是 可能有点像扫街之类的吧 然后 然后就是上那个各个单位 然后去 推荐我们这58同城 然后当你一次又一次 吃了闭门羹 被拒之门外 被人甩了臭脸 我觉得 就是我 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满足 不是 小明我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你 你过去的几年特别顺利 你现在需要一种激情 对对 你过去因为特别特别顺了 你现在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说白了吗 说白了吗小明 咱们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欠恋 我们缺自己 想培养自己的逆伤是吧 不是 我觉得应该干更 更有激情 更充实的日子 小明卖家具挺可爱的 他的样子又是一个 特别招 让人放心的 我们 女性喜欢的吧 如果一个人他天生 他往那一站 他就激发了你想要保护他的那个愿望 请问各位老板 这是不是一种能力啊 是 他很优秀的一种能力 是吧 解决亲和力半斤的问题 就有很多人说 我亲和力好 亲和力好 当他站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想踹他 但是小明没有说一句亲和力好 就是 就是你都不忍心拒绝他 不忍心 如果他要是卖给我什么东西 他只需要看着我 最后结果就是不得不买 还不能后悔 还不好意思后悔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 你不买他东西 你觉得对不起 他伤害了 对 小明是个天仙的 这个销售的高兴 各位这就是初步印象 真的 你再问 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卖过东西吗 没有 卖出去过一样吗 一样都没有 那你想做什么呢 小兽 为什么呢 刺激 尽管他的专业可能 跟今天现场老板的企业 不是那么的对口 但是他的这种单凭亲和力 跟老板们喜欢他这个态度 就能够成为他找到工作的一个法宝 12位先做出一个初步判断 去还是留 选择 刘亮离开了 刘亮不吃这套 刘亮不吃这套 你们不用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的 都是被我归纳为 那个冷血没人性的老板 两位离开 十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尹峰 尹峰实体行业 来 对 他的亲和力无疑就是特别像咖啡机的气质 你有感受 是 就是往那一站 自然跟人之间就没有距离 大家愿意跟他交流 而且跟他达成合作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适合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招商经理 或者是评估经理 有这个 有这个 有的 这在你的 在我考虑 真的我比较喜欢咖啡之一的 这样小明 我就要你卖一下五八的产品 卖个尹峰吧 就让尹峰成为我们的招聘的会员 到五八来招聘 对 你要约到他见面 电话联系看不见你啊 考真本事的时候到了 来 喂 尹总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 我是五八 我是五八通城的销售专员李明 我们那个五八通城最近在推出那个校招的服务 然后就是 我得紧张 然后就是 在我们五八通城有大量的客户 会为你们带来就是非常大的 就是 就是 可 尹总这个时候 你要卖什么给我 对 尹总这个时候 左手让你的电话接着说着 右手拨了 另外一支电话 姚进波 你们这是什么破销售人员 再给我们卖谈品 那另一所的 你看你别紧张 大家现在都给你正面的分数 谢谢 你明显紧张的这么一打这手 你跟我说什么呀 你终于约到影分见面了 见面了 见面了 尹总你好 我是那个五八通城的那个销售专员 很高兴能见到你一面 首先跟你说 我和我的女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去你的咖啡之夜去就餐 那你的那个菜品和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嘴真甜 尹总是 我们现在那个就是 想邀请你们到我们的五八通城去 进行那个校招 我非常希望你能在我们这个网站能那个就是 试试你的招聘的这个这个这个工作吧 好吧 同意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你有一点 很重要的你没有问 就是你分他们现在缺不缺人 缺哪个岗位 首先 之前你要先了解一下 然后你跟五八目前的这个量啊 数据你要准备好 你去销售你肯定不是打五 准备之账啊 对 我觉得第一 首先那个电话 你打电话给我 你没有问我是否有时间 正常情况下我接这种人电话 都是对不起我很忙 在开会 这个你要先问我时间 第二 你要 因为是杨静波已经告诉我 你要买什么 不然我不知道你的产品内容是什么 你对产品的介绍太混乱 还有第三个要表扬的就是贼天 一点经验 我觉得作为一个没经验的销售 它是无法展现的水平 其实我一直想问 就在你过去 我们叫平淡如水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件事让你特兴奋 对 对 说点兴奋的事 你有女朋友对吧 没有 你刚才说你和你女朋友 这个可以去 就因为要拉近关系嘛 所以可以说 哇 谈过 谈过你 我们还卖点在这儿呢 谈过女朋友没有 谈过 谈过 谈过女朋友 行 哇 你还 有卖点 有卖点 他就是想告诉我 所有谈恋爱的 漂亮的年轻男女 都可以去咖啡店 所以我很开心 明白了 你给我们讲一次 你在追你的前女友的过程当中 制造过的最狠的一次浪漫是什么 主要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算一个惊喜 就是他当时是 可能是冬天冷吧 然后有点感冒了 然后我就让我当时 大学同学的寝室同学 给他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给他送去了 然后他当时可能觉得比较惊喜 你让你大学的一堆同学 买了一堆东西 我当时给钱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事 就把这个事 让你重新再做一遍 注意 你要激发你的创造力 好吗 你听说你的女朋友病了 你们不在一个城市 往浪漫了使劲 往浪漫了使劲 你要送给他一些东西 往浪漫上使劲 我会让我的同学 先给他买个 你怎么老有你同学啊 没你同学什么 不要加入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 你现在那个原来的女朋友 是不是和你那个同学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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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那同学什么事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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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里面你就使劲想 没有同学 就你俩 你就想浪漫 怎么来 使劲 我觉得可以 可以先给他 就是写一个比较温馨的卡片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给他送一点话 还有给他有一些 再买一箱就是牛奶 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 像给买床被子 毕竟天冷了嘛 我觉得可能感觉温馨一点 那个 我想说一点 就是好学生分两种 一种是死读书 我还真心的界定不清楚 你是属于牵移能力 特别强那种 还是死读书那种 所以我觉得考你创造力 是对的 但是刚才这题考的吧 没听出太多创造力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站在那笑 那个那个样 小样 特别招人喜欢 假如你去互联网公司打电话 你结结巴巴的 真的不如你站在店里一笑 你的家具可能就卖出去了 所以你确定 你要是不选 我就灭灯了 说 我还是比较倾向去互联网企业 怎么那么命 你去互联网企业干什么 互联网企业打电话 我也觉得你更适合做这种接待性的销售 而且不太适合做开拓性的销售 互联网企业打电话 刚才你打电话 结结巴巴 坑吃别嘟 一个重点也说不出来 其实小米的这个耐心的这种激情还没爆发出来 我觉得这个 不是不是 因为你的外形优势啊 在电话销售里是发挥不出来的 这样各位 他好执着啊 我觉得我能不能把灯重新亮起来 你不能把灯重新亮起来 我觉得冷血的都已经离开了 职位 现在到了你们选择去留的时候 你们觉得李明怎么样的 选 先离开 秋华 黄刚 陈浩离开了吗 没有 三家企业留下来 听一下三家企业给留的职位 宾志网追落 宾志网是一家这个商人社交网站 那么也面对这个中国的专交企业 那么这个销售的产品是这个中国专交企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营销公司的这个平台 明白了 优胜 我给你销售的岗就是我们的课程顾问 销售我们的课程 好的 来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给你的岗位是见习招商经理 我们的加盟商很多在社会上已经是相当优秀的成功人士 你跟他们的这种沟通会让他们觉得很安全 好 希望你能够很快转成真实的 招商经理 稍等老师我可以赤裸一下吗 可以吧 你一定要赤裸一下吗 因为我好担心他 因为我很喜欢他你知道吗 那你赤裸一下吧 OK 但是也不要过于赤裸 好 朱总是吧 对不起啊 因为我要说这句话可能会对您比较不公平 但是他是一个人才 如果今天我在尹峰的店里 你跟我做招商 我可能会买单 如果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 你跟我推个课程 我也会买单 但是如果你电话销售我一个产品 我不会买单 明白了吗 但其实我先补充了一点 因为你需要的这种激情 你其实你不差别的 你需要的这种激情 加上你这种执着 我相信你会做得非常好 因为在你身上 你我总觉得你身上 你现在从从学习到一直到现在 你身上所有 包括你经历所有的事情 没有一种爆发点 没有一种散光点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从这方面开始 就是选择 激情特别重要 但是啊 销售结果论 结果论 明白吗 你要有结果 你才能有更大的激情 不断的不断累积激情 你才有成功的感觉 全都是你惹的事 一上大家就这么多话出来 我觉得他肯定缺少 我觉得他肯定缺少 我觉得激情不是打激情才要激情 你们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好不好 太阳漫漫晒 那种任务细无声 都不说了 更好的激情 都不说了好不好 这是老板之间的讨论 讨什么论啊 现在主动权在我们这 你们瞎讨论什么呀 我们都有主动权了 跟你们讨论有什么关系啊 认真的等待着我们的选择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关掉一盏灯 陈总 谢谢你 再见 陈浩 有用吗 周思敏小姐 有用吗 你看还说 还说 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相信 我们的求职者 作为成年人 我们是有判断力的 好不好 来 谈钱不上感情 朱总和银总 来 朱总请问 底心三千 下销售提成 好的 颜总 请问你的公司是 底心四千 有销售提成 而且有咖啡机所有的常规福利 免费食俗 以及内部销售六九只 完整的 培训 对 稍刚 稍刚 一定要让我讲 讲一句话 让我这个 你刚才说了 冷血的人 讲一句话 销售 最重要的是 开拓能力和抗压能力 所以 你今天很幸运 找了一个 不需要开拓 不需要抗压 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对大多数销售来讲 一定是这个东西 所以 你下次 或者在你未来当中 抗压能力 和开拓能力 一定是你要具备 才能做好一个小手 非常好 谢谢各位的提示 谢谢 冷酷 冷血 无情的 徐钊先生 在 你要做出选择之前 跟你说这样的话 表扬和夸 确实是因为 你的天生的亲和力 但是 得长了真本事 我知道 最后才能理得住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宾志王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想到 踩杯之意 因为成功的男士将获得单身资源提供的单身他能量 男士 顾夫理和一份 在来病毒之前 我就是很关注这个企业 然后我就一直想去咖啡之意 我觉得尹总特别有个人魅力 我觉得跟他一起工作的话 我觉得会很好的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鼠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鼠片 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58同城招聘应聘入职快 58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 特约不应单位 58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 58同城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 前程无忧首页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中国酒魂粉酒队